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集的永生频道 各位 为了达到两全其美的局面 令香港人认识到英文 又令外人接触到中国的文化 今集要教大家的英文单字了 首先和大家介绍下 Lung 这个字 在英文牛津字典里 Lung 是指 肺部 人肺 猪肺 狗肺 不过 广东人觉得 Lung 这个原意有点佛味 所以率先带你英文的罪化 比牛津字典更牛把心一环 加了个Liu 字在前面 从而出现了Liu Lung 这个字了 In Cantonese my friends Liu Lung describes a situation that is very tricky and difficult to handle. 在永山频道其中一集 Best No Credit Card 有趣广东话里面 曾经和大家介绍过 激烈挖辣 恬恬恬恬 嘻嘻嘻嘻 这些香港早先传来的四字成语 也正如西方人有很多不同种类的 刀 就例如Cookie刀 又或者小朋友好喜欢玩的 Play-Doh 我们广东人亦有一种 刀 叫烏尼弹刀 It Teng Wu Lai Dan Do Li 等等 西方人很喜欢Gun 这种东西 而美国人亦都有 随身带着Gun出街的习惯 但是他们井底之蛙了 因为广东人其实每天都用到Gun 这种东西 没错 就是痴妈筋了 痴妈筋和其他Gun不一样 因为他的杀伤力又不大 而且在某些场合是真的用得到的 读着大学的朋友 你就会知道我说的什么了 见到那份Final占总分50% 你就可以拿着那份Syllabus 自己和自己说 痴妈筋 如果在酒吧有位贵人想请三杯火烧林煲给你喝 你就可以和他说痴妈筋 不过大家要注意 痴妈筋这三个字不是经常都可以用得到 如果你在隆重的场合 又或者在尊敬的人面前 你就千万不要用了 好了 今天又过了这么多 多谢你收看今集的永山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 refused 感谢观看